VBS 让你搞懂唱歌电视 大家好 我是你的高音刺客 李坤 今天就又来到我们熟悉的QA环节 那么熟悉我们频道的同学就知道 QA环节就是同学们来问 老师们来答 只要屏幕前的同学 你也有歌唱上的问题 想要问老师的话 就把你们的歌唱音档 以及你们的歌唱问题 附到下方的邮箱链接 就有可能被我们抽中 让老师来回答你的问题 今天的幸运同学是谁呢 今天的寄见者叫做Rex 他说VBS老师与大神们你们好 我在某款APP上面 录了一首JJ版本的起风了 说起起风了就想起起风 可是这首歌起风了 这首歌我知道 真的很难唱耶 这位同学呢 他说唱的当下觉得应该是终于练成了 但是呢 后来过几天呢 再重新听过之后 他觉得真假音转化呢 还是不太顺利 在某些片段呢 还是有些急嗓子 而且整首唱完的时候 感觉没有办法像JJ那样有轻盈的感觉 想请教他的强混是否还是练得不够稳 看完信件我会觉得这位同学好像有点矛盾耶 因为他信件当中说他的真假音转化还不是很顺利 又没有办法像JJ那样有轻盈感 可是他最后的结论竟然是 问我他的强混是不是练得不够稳 嗯 那听起来是有很多的问题哦 那具体的什么情况呢 还是要听一下才能够下判断 那我们来轻轻看吧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 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 卖出车匠的前一刻 竟有些犹豫 诶真的耶 他开头就很重 我从前出世这世间爱翻遍遍 看着天边刺在眼前 也感恩不疼到我去走他一遍 如今走过这世间爱翻遍遍 我翻过岁月不动侧脸 走不及发装入你的笑颜 OK 那我们就先听到这里哦 好的 听完主歌的话呢 同学在信件当中知道的真假音 撞换以及强混不稳定的问题 暂时还没有听到 但是没关系 我们先来解决一下他主歌的问题 那么整个主歌听下来呢 跟JJ原版的相比 我们发现这位同学呢 就唱的偏重 并且呢有点卡卡的 这一路上走走听听旋 介绍年漂流的痕迹 这一路上走走听听旋 介绍年漂流的痕迹 具体的原因呢 是因为同学的雅字太过重了 并且呢 空气的输送也有一些不顺畅 我们需要一个办法来帮你 那就是弹纯的练习 那弹纯的练习呢 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以气代声哦 在练弹纯的时候 同学要注意两个关键的要点 在弹纯的时候 切记嘴巴要放松 口腔里面要够软才行 就像是 这样子 而不可以做成是 或者是 上述两种情况呢 都会导致我们的空气听起来就非常的不顺 必须要是 这样子哦 那弹纯做对的关键呢 就是要切记记得 我们要用 尖线以下 固切的力气来进行哦 那么熟练了我们的弹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到旋律里面去 来试试看 就像是这样 那带到高的也一样哦 就像这样 然后做对了的话呢 我们再来挑战看看 塞字进去 边弹纯边咬字 看能不能挑战成功 就像是这样 那相信同学做了这个练习呢 一定能够让你的主歌唱得更加顺畅一些 也更加轻盈一些 那我觉得主歌的问题到这就差不多了 我们着重来听一下 副歌的问题吧 好 这是什么 是吗 没错 我 OK 那我们在这里评一下 听完这个副歌的话 我发现这位同学 在唱那些比较用力的声音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音高都有唱上去 只不过呢 在一些需要真假音转换的地方呢 就真的有它性价当中提到的问题 这真假音转换不太顺畅啊 声音不够轻盈啊 强吻不太稳定啊 这问题都有出现 那听完副歌呢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副歌当中 有一句特别的暴露 这位同学的问题 尤其是这一句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大 也曾之间淡出盛夏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大 也曾之间淡出盛夏 心虚所谷 皆就随便去吧 那我们不难发现呢 这位同学在唱副歌的时候 他的声带的挤压力气 有一点点过头了 而且呢 伴随着有一些外部肌肉的戒力 导致他在唱到真假音转换的时候呢 首先是卸不掉那个复杂的力气 然后唱完虚的音色之后 再想回到真声的时候呢 又很难顺时的把那些复杂的力气加回来 就会很难做到干净的切换 没有办法唱得很顺畅 会有一些辛苦哦 那想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需要把轻松制造音高的头部力气 找准确 也就是我们的缓甲机发力主导 然后呢 再借由加力跟卸力的方式 来进一步做出音色的变化 那这里说的加力 是指甲勺机挤压的力气哦 那这样的练习流程呢 可以让我们比较灵活的控制 你到底要加多少力 卸多少力 并不会一不小心就爆表 那接下来这个办法呢 叫做破音三部曲 总共呢 有三个步骤 那我们第一步呢 就是先破音 完全的把我们喉内的力气给弄乱 就像是 完全弄乱了 第二步 开始摇晃我们喉部的力气 直到找到一个可以停下来的力气 就像是这样 找到了 停下来了 然后呢 我们第三步 用这个停下来的声音呢 做一个滑音 可以模仿惊讶的感觉 就像是 我们再来一次 那我们把经由破音三部曲找到的发声方式 带到歌曲里面 就会长成这样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他 也曾只见他出生下 我们会发现呢 通过以上的练习 那我们上音高就轻松了很多 可是呢 这样唱歌就少了 圆曲的音色转换的动态啦 那所以下一步 我们就要加减我们假勺机挤压的力气 来帮我们做出音色的变化 那假勺机怎么加呢 其实可以去观看我之前拍过有关于假勺机的影片 那在这里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体会的办法 就是学打拳的人 边打不是会边发出一声吓声吗 就像这样 这里会有一个嘟嘟的感觉 有一个这样的动态 我们再来试一次 加上这样的感觉之后 我们再做一次滑音 就像是 那熟悉了这样的动态之后呢 我们再把假勺机的运用 放回到圆曲 在适当的时候加入进去 那演唱起来就会像是 我曾将青春翻荣成他 也曾指尖谈出生下 心知所动且就随缘去吧 你这光行走 人风吹雨打 好那这样子呢 就应该可以改善 真假音转换和高音流畅度的问题咯 如果说屏幕前的同学 你们也有相同的问题 或者说有你们自己的问题 想要我们老师来解答的话 都欢迎附上你们的音档 以及你们的文字描述的问题 到这个邮箱下来 就有机会被我们老师抽中 来回答你的问题咯 好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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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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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